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志玄亦是其中之一 现年54岁的TVB小生黄志玄 这两年在派戏方面工作量骤减 只在2021年赴内地拍摄了一部由TVB投资的剧集 两部网剧 而在TVB一部剧都没有拍 目前他手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存货 这一度令人以为他退出了TVB 黄志玄与TVB的合作还有一段时间 他放慢步伐 与他在其他方面投资有关 2022年初 有媒体报道黄志玄的发展重心 已经放在了商业发展上 他投资了七位数的医学美容中心 靠着做投资也能赚不少 故此打算过半引半退的生活 不过人生不如预期 如果没有2020年出现的疫情 没准黄志玄真的已经半引半退了 而这一场疫情的出现连累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黄志玄投资的医学美容中心也不能幸免遇难 由于出现了亏损 并且亏损应该比较严重 再加上公司内部有人退股 黄志玄最终也退出了这个医学美容中心 将个人手上的股份转让了出去 接手的人正是陈伟的未婚夫陈国强 至于未来何去何从 如无意外 黄志玄应该会继续拍戏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黄志玄在TVB这么多年来 存在非常特别 所谓特别指的是 他为人很低调 在发展的道路上 一直秉持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不抢风头 不争戏份 拍什么是什么 所以入行了24年 依然在做配角 外界形容他心路跌宕起伏 他就笑笑而过 黄志玄入行的时间比较早 90年代因为真情这部剧打响名头 一度获得力捧 只不过反响不是太好 加之他又曾经主动离朝外闯 很快就成为TVB的弃将 后来黄志玄重返TVB 就被定型在了男派的范畴之中 很多人都被认为 他还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2010年 黄志玄在《前行狙击》中 以反派角色 辣江一角展露头角 之后还拿了TVB最佳男派角 事业开始有了起色 当时的TVB正闹小声慌 黄志玄年纪虽然较大 但是中年也有中年的魅力 在第二度受到TVB的力捧 这一次受力捧后反响不错 直接就成为了TVB的小声 在多部剧中担任男一号 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只不过黄志玄过于低调 也没有太强的进取心 这两年又慢慢被闲置了 2021年开始 他的剧集骤简不说 在剧中的角色都不是男一号 发展到今天 手上一部存活都没有了 在TVB发展 光靠拍剧远远不足以维持生活 就算成为了小声 但也总有一天会从高峰上落下来 黄志玄在这个圈子里发展那么多年 对这个游戏规则早就了如指掌 所以在2018年他就另谋出路 豪置了七位数 投资了一家医学美容中心 并且以自己做招牌宣传 主要针对的是高档顾客 做口碑生意为主 事实上 这家医学美容公司 开业后的生意一直都很好 给黄志玄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逐渐成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和为他带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很快他就在西贡买了一套独立物 市值千万 自此之后 他在戏剧方面的表现就趋于低调化 被认为有心转型经商 说到这家医学美容中心 与陈伟也有关系 还成就了他的第二婚 黄志玄的合伙人陈国强 是一位美容医生 如今是陈伟的未婚夫 而他能够与陈伟相识 也全靠黄志玄 黄志玄当年需要为美容中心宣传 于是就找来了陈伟剪才宣传 陈伟因此认识了陈国强 两人一来一往就好上了 如今已经谈婚论嫁 如今黄志玄退出医学美容中心 手上的股份全都转让给了陈国强 可想而知他与陈国强之间的关系相当好 回头来说 黄志玄之所以会退股 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疫情之后 医学美容行业受到的冲击很大 由于香港经历了五波疫情 每一次美容中心都被迫停业 这样的环境下几乎是血本无归 就算黄志玄不说 大家也都明白 事实上黄志玄也是熬不下去了 忍痛放弃了经营四年的医学美容中心 毕竟黄志玄也不是特别富贵的艺人 以友情价转给了陈国强 对此黄志玄秉持低调作风 不愿意多说亏本了多少 但是承认如今这个公司 已经全权由陈国强打理 自己只做产品代理 而聊到与对方的关系 他坦诚曾经是搭档 如今是朋友 很显然这家公司已经与他无关 而陈国强方面也坦诚 如今独自经营医学美容中心 投资副业的初衷就是想多赚钱 弥补在拍戏方面的不足 甚至还考虑过为日后转型铺路 这是黄志玄最初的想法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谁想到一场疫情会带来这么多的影响 好在老本行还在 日后黄志玄还能继续拍剧 虽然收入不多 但好歹也算有所保障 现年54岁的黄志玄 可以说已经是TVB的实力戏骨了 近几年才有机会在剧集中担任主要角色 他都算是大气晚成型的艺人 但这似乎不是他本人的关注点 一心只想把戏做好的黄志玄 也是凭借低调的性格圈奋无数 近日难得有假期的黄志玄被媒体 拍到与爱妻逛商场 两人当天的穿着都比较低调 加上用口罩武装得很严实 鲜少被路人认出 黄志玄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 身穿灰色T恤 脚上的凉鞋也被网友盛赞接地气 而他身边的太太 则是身穿黑色的运动装 一个棒球帽卡在头上 看起来十分运动风 两人在逛商场的过程中 不时地交流 想来也是在商量买些新头号 期间逛累的时候 黄志玄的妻子更是在商场买了一杯雪糕 雪糕拿到手后 黄志玄也是第一时间为老婆买单 不得不说 这贴心的服务也真是很细心了 难怪网友们都十分羡慕 在品尝美味的时候 黄志玄的妻子也不忘风干同胃 直接把雪糕喂到老公的嘴里 这把狗粮也是撒得过于及时 原本这个在大家眼中 是热恋中的小情侣才会有的举动 没想到在这对老夫老妻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看来结婚17年 黄志玄和妻子的相处模式 依旧与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改变 想必这就是两人爱情保鲜的一种方法吧 夫妻俩去到一家服装店选购衣服 洛佩文没有去看女装 反而很认真的挑选男装 显然是给老公买的 看到合适的衣服后 他立马拿过去问老公意见 相当体贴 行程结束后 黄志玄夫妇提着战利品回家 看来此行他们玩得很是尽兴 收获也是满满 说起来黄志玄夫妇从拍拖到结婚 已经相恋31年 仍能像热恋期的情侣一般亲密 实在让人羡慕 事实上黄志玄夫妇实于威势 当时黄志玄还没有做艺人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餐厅服务员 骆佩文是他的同事 每天吃饭时间 他都会主动跟对方一起用餐 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发展为情侣关系 之后黄志玄进入娱乐圈工作 与不同的美女合作 但他从来没有传出过绯闻 一心一意爱着妻子 骆佩文想到国外留学 他不仅用言语支持 甚至自掏腰包为对方支付学费 一段长久的爱情 往往是相互的 骆佩文对黄志玄的付出也很多 黄志玄曾说过 妻子令我义无反顾地去演戏 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 知道我忙碌更不时地 发来短信作为鼓励 每当我夜归时 他都会亲自包糖水给我喝 第二天又会准备凉茶 难得的是 夫妻俩对生儿育女的想法完全一致 两人均拒绝生娃 因为他们觉得 彼此的性格不适合做父母 责任太大了 虽然没有孩子 但黄志玄夫妇不愁寂寞 他们养宠物代替生孩子 据悉 家中目前有两只狗 夫妻将狗狗们当成孩子般宠爱 都说孩子是维系夫妻之间感情的保障 但黄志玄与妻子却始终恩爱如初 即使没有孩子 也会和刚刚交往时那般甜蜜 19年 黄志玄逆世之下入手签了豪宅 并将厨房打造成一个唯美角落 事关于两人爱情故事开始的地方 就是厨房 从曝光的照片中不难看出 黄志玄购买这套豪宅拥有无敌海景 屋外采用淡黄色的墙身 巨型露台 山海景色一览无遗 屋内的装修以简约方式为主 不过随处可见一些充满失忆的画作 这些画作并不是外界购买 而是出自黄志玄妻子之手 宠妻的程度远不止于此 以往两人外出的时候 都会手牵手甜蜜秀恩爱 宅在家中一日三餐 基本是黄志玄负责 这样的爱情虽然简单 但却充满温馨 婚姻幸福其实可以带动事业辉煌 千万豪宅入手之后 黄志玄在近日又购得百万豪车 黄志玄在休息日时会开着豪车 与妻子外出派脱 甜蜜模样真的如当初恋爱时那般 不过内地的几年生活 黄志玄似乎也没有很习惯 之后他辗转回流香港 重新签约TVB 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黄志玄等于重新从低作起 从一开始的配角到如今的主角 黄志玄也是用十多年的时间换来的 今年黄志玄的作品不算多 年终逆天奇案 可以说给观众不少惊喜 后来七公主中也惊现其客串的身影 这也让网友们意想不到 如今黄志玄显然对工作是比较佛系的 回归家庭也许才是他最希望的 与画家妻子结婚这么多年 他们早已经有了共识 不会生孩子 因为两人自问 没信心给孩子最好的 所以父母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 负担太重 也许这对黄志玄夫妇而言是最好的结果 至少这一举动会比那些生孩子又不愿负责的父母强很多 还有哪些人物是你想听想看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给我哟